今天是我和江浩臣订婚的日子 再过一会儿 我叫浩臣和江太太了 浩臣 希望我过去了一次 你永远不知道 恭喜我 今天是我们大喜的日子 你不去招呼賓客嗎 我的這偷偷摸摸給誰打電話 又是那個驕傲的男人 有這麼急不可能和他聯繫 太容易失望了 小姐 有人讓我把這個東西交給你 送給你的 怎麼不打開 不會是什麼見不得人的 你怎麼是真的 是真的好多人好多人 那個叫皓子男人送給你的 是些 訂婚的日子 這麼羞辱 還不把我江皓全放眼裡了 皓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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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找霍菲菲 這是少爺 我都沒有寻寻你的出身 可以把你去回江 沒想到你竟然還和別的男人 把你給比不上那個男人 皓晨 今天可是我們的訂婚典禮 一生只有一次 這麼晚了 你就這樣把我一個人扔在房間 不顧著她嗎 又 訂婚典禮上你那么羞辱浩晨哥 今天還用臉癌啊 浩晨呢 他是愛我的 嗯 你看 這可是浩晨哥給我買的 足足有10克拉瑪 我要是你啊 就不會 自取其辱 哎 哎 啊 啊 神希你 啊 神希你 亂负 你有故企重拾陷害我 太过分了 给飞飞道歉 我没有推他 是他自己摔倒陷害我 昊晨 我没事 是我自己不小心摔倒的 給他抱歉 算了 他也不是故意的 再下一次有你好受 媽你怎麼來了 你不要叫我沒有你這樣的兒媳婦 婚禮當天 你登上那麼多賓客的面 把沉沉的眼面散過 讓我們江家蒙羞 你還來在這兒不走 媽您別誤會 我從來沒有做過對不起浩辰的事情 我還在這狡辯 如果不是你外面有男人 誰會在訂婚宴上 送你那麼貴重的項鍊啊 我們江家真是缺了八輩子得了 竟然在福利院收養了你 這麼個小白眼狼 你問問你的良心 這麼多年我們江家對你怎麼樣 你就是要回報我們的嗎 你氣死我了 吳女兒 您不要生氣 身體要緊啊 新婚當晚就獨守空房的感受 怎麼樣啊 那碗浩辰 她在我那裡 她呀 真的是滿足了我對男人所有想像 她呀 真的是滿足了我對男人所有想像 可 我一半 先吸 你個臭火星 竟然敢打飛飛 你不明白嗎 您不要生氣 身體要緊 當年我們江家娶你進門 是因為當年老太太的命令 如今老太太沒有了 江家 我說了算 你現在立馬跟陳錦離婚 我提了是他不离 親 沈西 有江夫人嗎 那 精神的感覺 滿意了吧 你在找什麼 媽你怎麼來了 當然是來看你啊 你看沈西已經在離婚鞋上簽字了 你也趕緊簽了 選個好日子 和菲菲女演員你們結婚 什麼 他簽字了 是啊 算他實相 老師還有個事 你再去忙 春春 我心裡還是有一個精 不願離婚就別怪我了 阿 聽說江浩辰和姐姐的結婚典禮搬得很不愉快 什麼 我青城杜鎮婷的女兒 怎麼能受這種委屈 爸 您先別著急 姐姐的心思你應該清楚 你先回去 有什麼情況及時告訴我 好 我現在就去江城 動手 又 小妞 你誰你幹什麼玩飯 你區媽玩你區媽玩飯 Sag媽玩飯 這小妞還挺爛哥們就浩瑕這一口 啊 別臉不要臉 放開我 你放開我 你放開我 放開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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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滾 啊 你怎麼樣啊 你沒有受傷 我 沒事的有穩的 你怎麼了 我好像腳矮了 好好休息 今晚我就睡在沙發上 有事你就叫我 我只是崴了腳 一個人在酒店是可以的 大夫不是吩咐過 要你好好養著嗎 你是不是怕他生氣 我跟他已經沒有關係了 只是我不想委屈你睡沙發 睡沙發怎麼了 想當年在孤兒院的時候 別說睡沙發了 有時候連飯都吃不過 還經常挨打 這小姐下來吃飯 沙發夫人他昨天下午出門 沙發夫人還沒有回來 沙發夫人還沒有回來 沙發夫人她昨天下午出門 沙發夫人 你昨晚去哪兒了 是不是去找她了 沙發夫人 我跟你說件事 你可不許生氣啊 沙發夫人她一定是 一時和你賭氣 所以才故意做了 對不起你的事 你在說什麼 你還不知道嗎 昨天她和一個男人 開了房 剛好被我朋友看見了 是你 是你你怎麼誰來了 姐姐 賤女人剛跟我姐 你就跟她混混在一起 你為什麼打女人 沒有打她我還要打你 你沒什麼是嗎 賤婦贏婦 賤婦 賤婦你發什麼瘋 我發瘋 到底找男人還這麼護著她 臉裡還有沒有這個老公 你胡說什麼啊 我們不是那種關係 我們 你們不是這種關係 你們出來開房 你們還剩一個屋 我怎麼護著她 跟我走 放開我 你放開我 別忘了 我現在還是合法夫妻 你放開賤婦 你的閃龍找你來管 你給我滾遠點 你給我 浩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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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說 你跟她到底什麼關係 跟她沒有關係 只是我對你趁底失望了 失望 說 你跟她到底什麼關係 跟她沒有關係 只是我對你趁底失望了 失望 啊 失望 家家這麼大家業 多少個服務場 就都想嫁給我 你對我失望 你嗎 我是說你 就是個愛我虛仁的女人 只要我給你送東西 你就會跟她上床 狗女人 好生 你又跟雨霜 還說以為我沒有滿足你 再被我發現 你跟別的男人私混 我饒不了你 聽到沒有 超好事 你個混蛋 啊 我 既然不愛我 當初為何答應去我 聽到我幻想 又這麼快讓這一切成為泡影 帥哥 一個人喝酒 我記得了 滾 真不是好歹 浩晨哥 在我的運程之下 我相信 十小禮婚白家 十倍前之下 今天我們去把離婚手續辦一下 我不同意 你愛的人是胡芬芬 我願意成全你們 您再感到高興才是 我跟你離婚 然後成全你跟那個野男人 你做夢 爸 您好 你們怎麼到江學院 不提前通訊我一聲音 聽說你差點被幾個小混混 給欺負 你們那都是誤會 哪有什麼小混混啊 他們幾個就是喝醉了酒認錯了人 再說了 誰讓你女兒長得這麼好看啊 這麼多年讓你受了不少委屈 我只想你以後每天過得都幸福快樂 只是要看 在一起 這裡 是 鑫庭 哥哥 我沒有要 這麼晚 宠晗 在孤兒苑裡 USSR 你看そして 今生非他不嫁 爸明浩 我的事情就不要你们管了 但是千万不能让江浩臣知道 我们之间真实的关系 不行 今天你必须和我们一起回青城 爸 我不是先买了辆车吗 我跟我姐去看一下 我 shaking 我剩下你 竟然大白天和一个小白脸 成双翼对的上红头一两树 这事全部把他靠成呵呵的务 让他们看上的 小心也是个多么爱不溪的 福咖善 你这不要的下见小婢子 做了对不起我儿子的事 你还赖在这不走 这都是诬险我根本就没有做过 你以为我会相信你可换吗 这些照片足以证明 你现在最好立马给我滚出江家 我再也不想看见你 怎么着 无话可说了吧 行李我已经让佣人给你收拾好了 现在立马给我滚出江家 你去哪不用你管 我为什么不理你 你是我的妻子 没我的允许你哪都不能去 我已经签了离婚协议了 我跟你没有任何关系了 你以为你是谁 想嫁给我的时候 就在奶奶面前装可怜 让他逼我娶你 现在外面有了野男人 就想你敢把我踹开 你做梦 浩辰 他都让我们江家 在江城丢进了里面 你留他做什么 我的事你就别管了 江浩辰他有没有再带你 没有你不用担心我 他在离婚协议书上签字了没有 你什么时候跟我走 你干什么 那个男人有什么好的 你就这么想跟他远走高飞 他就是比你好 我就是想跟他走 我一看也不想他在这 你想走 你就是死 也是我江家的鬼 你 晨熙你 我是江浩辰 我再敢纠缠我的妻子 让你身败名裂滚出江城 既然你不爱他为何不放我 他成全我们 我成全你们 那谁来成全我 你 你干什么任务手劲 是你的合法丈夫 你来跟他联系 否则 你让他有好下场 不可当 你就试试看 没有我的命令 谁都不准开门 别不准凑饭 来把燕窩喝了 我让你把燕窩喝了 对我找到我这续情交易 我成了这样 还不是为你所欺 对 我就是学习惯你 沈熙 我无非就是不想让你就这么猛 容易死掉罢了 我还没这么够 刘嫂 让他把您我喝点 是少爷 我们嫂 能不能帮我给明后传个话 少夫人您就别为难我了 我还有孩子要养 我还没想到 沈熙你在家吗 沈熙 是明昊来找我呢 沈熙 明昊 明昊 你来了 我跟他明昊打不透 怕你有危险就找来了 江浩晨他把我手机扔了 开始看着我不让我出别墅 那个混蛋 我只有带你离开 没有江总的命令 少夫人不能离开这里 滚开 谁给你的胆子 来敲我的女人 谁给你的胆子来抢我的女人 沈熙有他自己的人身自由 你没有权力囚禁他 明昊 明昊再赶来我的地盘抢人 我让你滚出江城 明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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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稍微给你一点自由 你就又跟他高达在一起 这么贱 既然你这么强行 为什么把我关在这里 不把我赶走 你做梦 我是不会成全你们这对狗男女的 沈熙 我劝你啊 不要再纠缠号船 以后呢 这里的一切 不是我 包括号船 被囚禁的滋味 不好受吧 真是可惜啊 如果那天 小混混 把你轮间了该多好 这样 浩尘也不会把你再留下来 怎么知道那天晚上的事情 难道是你找的混混 对 没错 这是我 那几个小混混是我找的 而且那个照片也是我拍的 对吗 技术不错吧 胡菲菲 我跟你无冤无冲 你为什么要什么对我 因为你抢走了我的号船 要不是你 现在重灾这栋别墅里的女人是我 你这个胆毒的女人 我欠死你 你这个胆毒的女人 救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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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人乱生我 你闹够了没有 飞飞要是有什么三长两短 你给他配造 是他要害我 好诚哥 你能够 你别听他瞎说 我只不过是劝了他几句 让他以后别再给你戴绿帽子了 他就恼羞成怒 想掐死我 飞飞我相信你 刘嫂 把神器给我关到地下室 是少爷 我求求你放我出去 我用幽闭口去找 这样会害死我的 沈夕 再以可视若 再和你男人联系 会如此为多 沈夕 刘嫂快叫林医生来 是少爷 林医生 医生他怎么样了 夫人没什么答案 只能听一下过渡 但是明明就自然体前就好了 嗯 浩辰 妈妈身体有些不舒服 你能过来陪陪我吗 不 怎么 妈妈病了 你都不愿意过来陪我 好吧 直接过来 嗯 嗯 胡小姐 听说 真是可惜啊 如今 老夫人也病倒了 你这个扫把星骸 你怎么不去死啊 啊 笑什么 我像你又蠢 又可怜 啊 你自身都难保了 你有什么自个说 你早就欠了离婚协议书了 下定决心要离开这里 只是江浩辰把我软禁了起来 如果你想早日的住进这里 我劝你最好现在就放我走 现在我放你走 那你保证永远不要再回来 我早就恨痛了 你我怎么可能会再回来呢 现在白天不方便 让我消息 我要是不想办法出去 我要是不想办法出去 谁想办法您整理死 少夫人别说话跟我走 以后你就在这安心住下 有什么事尽管和我说 要是我不在家 你就和李嫂说吧 一切都过去了 以后我会陪在你的身边 好好照顾你们 如果是用到她了 那我让你带来 你们快开来 你快去找站住 我们吗 你快去找站住 一会休息 我们一直要去吧 你们在英文中央 我然后去َّ不如他 我们在 这支abile 总裁 怎么能干得出这种勾引别人 老婆下山烂的事情 大家不要听他胡说 事情不是这个样子的 我都看到他摸你脸了 你不承认 非要我捉肩在床吗 现在有人给你撑腰了 敢动手了 晨熙 你再敢碰他一下 我让你身败名利 你混蛋 晨熙 我不是 你白信把林科医师给呛你 你真是 沈仙 你跟谁是混泡 为什么偏偏要跟清晨度假的人 搞在一起 给我全力打压都市 郭总 我们的项目又被僵尸拿下了 并且还有六家公司 终止了和我们的合作 选择了僵尸 我知道 你也注意 好的 你怎么来了 你两天没回家了 我过来看看你 快坐下 这两天公司比较忙 都怪我 是我连累了公司 要不是我 江浩辰也不会如此打压都市 跟你没关系 都市和僵尸素来不和 积怨已深 就是没有都市 也会有别的公司 这是商业竞争很正常 你就放过都市吧 你怨恨的人是我 有什么事情冲过来 你怨恨的人不是文昊 新的行李 请我 明昊他是无辜的 求人这有个求人的样子 给你 为了他竟然心甘情愿给我下跪 那我在你心里到底又算什么 我们之间的事情和他没有关系 怎么没有关系 他你怎么会背叛我 怎么会这么决绝的离开我 我跟明昊之间是清白的 你敢说没有伤过床吗 没有 我求求你放过他吧 他既然敢碰我的你 就应该知道后果 站住 我让你走了吗 我想走就走 这就是我的权利 你又要去找他 对啊 我就是要去找他 不准去 我凭什么不去 我为什么要推你 我不要 你 你 我 是我妻子 我为什么不能碰你 我要让你知道我真正的厉害 你 你 你只要跟我回去 你就放过都市 我是不会跟你回去的 那你就等着看都市如何破产吧 都市在京城楼上百年的根基 不是你一句话就能说破产的 江渡两家争斗已久 江家也没有占到什么便宜 请进僵尸全部之理 就算一时搞不垮都市 但是让都市元气大伤我还是犹拔我的 要不各退 你瞒出杜家 放过杜明昂 行 记住你说的话 我 你怎么会在这里啊 你们 后辰 沈夕为什么会在你的房间啊 她是我妻子 居 need 可是 可是 可是表演已经 рас 把我们的婚事定好了呀 你知道 我最讨厌被威胁 对 这几天不在江城 伯母又呼双病了 都是我在忙前忙后的 照顾他 你是不是忘记我们之前的约定了 你 爸 你昨晚又去哪了 是不是又去找江昊臣了 他已经答应放过都市了 我们不用你牺牲自己的保全公司 你 维护公司本来就是我的责任 我这就上楼搬东西出去住 你个人助我不放心 万一江昊臣再找你麻烦怎么办 这是他答应放过都市的唯一条件 明昊啊 沈西野老大不小了 该是放手让他自己做决定的时候了 我就不经常 照顾好自己 要是给我打电话 好 怎么是你 那你希望是谁 初夏 你放手不让我报警了 你别忘了这里是清朝不是江朝 就算我不碰你 我也不可能让都都没好碰你 我为什么要听你呢 江昊臣你别忘了 之前你对我爱搭不理 现在你对我各种纠缠 放下公司事务跑来清晨找我 难道 你是吃醋了 你别太把自己当回事 我今天累了 就去放过你 你怎么也来了清晨 来找我做什么 沈西野 你忘记了我们的约定吧 浩晨呢 根本就不爱你 实相的呢 就赶紧离开 我并没有忘记我们的约定 是他追着我不放 你看不出来吗 那不过是男人的战有欲 再加上 对杜明浩的抱和 浩晨 难道你真的爱上了沈西 他都和杜明浩做出了对不起你的事 让你蒙羞 我的东西 即便是真的 也不能让别人抢走 您是非 无福的名号 报复都市 才重这身心不放 是 听清楚了吧 不要再对浩晨头有任何幻想 他自始至终爱的人只有 对于你 不过 就是工具 你 你好 谢谢你陪了我一下午 回去路上注意安全 好的 那我先走了 嗯 给你打电话你不接发信息你不回 原来又是跟他约会去了 我做什么跟你有什么关系 你别忘了 我可是你的合法丈夫 你还不是一样 天天跟胡飞飞搅在一起 以后你玩你的我玩我了 你要是接受不了就在离婚协议书上签字 你又为了那个野男人跟我离婚 是又怎么样 不是又怎么样 事到如今你继续纠缠有什么意义呢 你以为一张结婚证就能牵制住我们 报复我们吗 报复 那不是吗 从不能因为是你爱上了我 所以才不愿意放手吗 那你爱我们 或者说 你可曾爱过我 爱与不爱 都不重要了 那你还杜明浩吗 对啊 明浩长得又帅脾气又好 天下没有女人会不喜欢他 王总您好 我是杜氏集团的项目负责人 我叫沈熙 我不是和你没负责人说过吗 平均合作 我知道 但是呢 我还是想争取一下 我还有其他硬着 我还要见 张总您来了 请坐 这是合作 没什么问题就把它签了 汪总 杜氏在青城已经经营了上百年 近期又拓展了海外的市场 这个项目和杜氏合作更有发展前景 你怎么这么烦 我杜氏合作也没问题 我就要看杜氏的诚意了 一切都签张总的 你想要什么程度 我们两个大男人吃饭也没什么意思 你给我们倒酒 陪我们喝几杯 这连小事都做不到 那我们的合作 别光倒酒啊 你自己也喝一点 那就直接拿瓶喝 是不要命啊 为了那个新肚子 你什么都可以干吗 你不是要我拿出诚意吗 我诚意够了吧 你放开我 别以为你有钱就可以为所欲为 我不吃你这一套 怎么跟你讲话说话的 没点规矩 这样总能看上你那些福气 别给点喝掉脸 吓 咱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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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来 下再叫我砍了你的舌頭 進來 你沒事吧 別怕有我在呢 江總我把那幾個人廢了 還從他們嘴裡得知了幕後主使 受誰知識 查出來沒有 查出來了 是胡小姐 是他 我去幫你拿水 你坐著欣賞 還真是一有時間就找他人 我會下去拿的早餐 你就又跟他撕困在一起 不是你想的那樣 我能把你凍出一室 不要逐漸在床才算你們搞在一起嗎 你心裡怎麼這麼陰啊 我心裡陰啊 這種臥蠢的事還怪我心裡陰啊 你們還要不要臉 你們別吵了 我跟他的關係不是挺小的那樣 那是什麼關係 說不出口的是吧 既然說不出口 那還要我怎麼相信你 我還要你 不過我還是把人家告訴他 不然他總是才技秀 現在還不是時候 心情不好呀 陪你喝幾杯 啊 浩晨 滾開啊 浩晨 我到底哪裡做的不好 你告訴我我可以改 你不念我對你的心意 但你還不明白 所以你就可以胡作非為 找你去輪間審訊嗎 我 非非 好大的膽子 你在說什麼我聽得懂 你好歹毒啊 孩子給我抓 要不要我去找那幾個 我當天對視一下 其實我 你也想找小朋友輪間 滋味我 我就是太愛你了 我不想讓你被那對 肩負一副欺負 你別拿愛我當藉口 菲菲 我是女的讓我小制度 你死會傷害忍心 知道我的手段的 啊 你還真沒羞恥心 一個結了婚的女人 被別的男人當女人 我 這麼巧啊沈溪 在哪裡都能碰見你 看來 你過得不錯嘛 這樣我就能安心 和皓晨呢 準備我們的婚事了 記得讓他先在離婚協議 書上簽字 不然的話 就是重婚罪 當作 我 我就說 你不說 你別碰我 我不碰你 難道便宜杜明浩那個混蛋嗎 這不關你的事 不關我的事 你给我收敛点 我们还没离婚呢 你跟他公然出现在这种场合 你让江家的颜面往哪放 他是我弟弟 你跟孤儿 哪来的弟弟 情弟弟 我的亲生父亲是杜振婷 杜明浩是我的弟弟 杜振婷 你犯不着为了跟他在一起 我说的都是真的 三年前我爸找到了我 但是因为杜振婷和江家关系不合 所以我就一直隐瞒这件事情 江总 杜振婷和杜明浩 三年前确实找上了少奶奶 他们还带少奶奶去医院 做了亲子鉴定 少奶奶确实是杜振婷的亲生女儿 你原来真的是我误会她了 你骗我 因为为她 可她偏偏为什么就是杜振婷的女儿 少奶奶和杜明浩在同一天 进了同一家孤儿院 身份被搞错了 杜明浩被当成杜家少爷 被杜振婷带回了杜家 浩晨 你赶快跟那个女人离婚 她可是我们仇家的女儿 妈 你别管了 我能不管吗 你问问你爸爸是怎么死的 大夫 抱歉 我们尽力了 不可能 老江 老江好好的 他怎么能出车祸呢 我那个车在路上正常行驶 迎面转了一辆大货车 转到我们车上 那辆车真是毒的 是先毒的 害死了老江 是他 现在面连招呼都不大 你心虚了 我心虚了 是什么 父辈的恩怨跟我有什么关系 你被杜家找回 现在去赖在江家不早 你是不是想借一借窃取 江家的商业机密 你怎么想 你放开我 你处心积力的嫁给我 是否搞垮僵尸 你没有这么放过你吗 啊 你放我下去 只要你還是我法律上的親子一天 就別想走 你這是綁架是囚禁我可以告你的 大家試試看 開車回別墅 以後你就老是在家待著 沒我的去你哪都不能去 你以為你能乖得住我嗎 我爸跟明浩一定會過來帶我回去的 就想騙我 就想騙我 怎麼流血液 一點不是這個日子 你們年輕人也太不潔之了 都活躍了就不能忍忍嗎 還好你們來得及時 接下來就好好養胎吧 去幫個住院吧 我知道了 既然懷孕了就好好養胎 其他的事以後再說 你怎麼還有倆回來 立馬給我滾蛋 離開晨晨 媽 我現在還不能出院 我你少在我跟錢裝可憐 我可不吃這一套快活滾蛋 有話好好說別動手 你快讓這女人一馬出去 我不想看到他 我辦不到 怎麼辦不到 你是不是讓他給迷婚了 你爸爸怎麼教育你的 我懷孕了 什麼 你說什麼 需要當反眉了 杜家事情我們家那一條人 他現在懷到的孩子 算是償還了 我不會讓他肚子裡的孩子的 再說了也不知道 這孩子是不是江家的血脈 也不知道這孩子 是不是我們江家的血脈 肯定是我們江家的血脈 別說了 你要是把我當親媽 現在立馬跟他離婚 讓他滾蛋 這個家 有他沒我 有我沒他 媽 氣死我了 那個女人 竟然用懷孕 來摔陳陳的心 這陳陳 還處處維護他呢 伯母 這浩晨哥 肯定是看在孩子的面子上 才向著他的 可是 可是什麼 可是 這杜明浩 只是杜家的養子 他又和 沈溪的關係 那這孩子到底是誰呢 我是絕對不會允許 沈沈替別的男人養孩子的 快送我去醫院 快送我去醫院 快快送我去醫院 快點兒 醫生不是嘱咐你要安心養胎嗎 怎麼這麼不小心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今天走廊的地這麼滑 為什麼要害少奶奶 少爺我不知道你們在說什麼 自從少奶奶有了身孕 我就在別墅裡裝了監控 你在他門口撒了水以為我看不到嗎 我不是故意的 不說實話 男人 把他的人到海裡 是 少爺都是夫人逼我的 你找我問我吧 媽 你太過分了 你怎麼能派人來害我的孩子 沈溪肚子裡的孩子 是不是你的還不一定呢 你沒看杜明浩 看沈溪的眼神嗎 他倆要是沒那種關係 我堅決不相信 不會的 他們只是兄妹 沈溪不是那樣的人 他倆又不是親兄妹 晨晨啊 你身為江家的掌門人 我是絕對不會允許 有損江家形象的事發生的 晨晨啊 媽媽都是為您好 你清醒點兒 您在被沈溪騙呢 一個月住兩次醫院 你可夠能折騰的呀 胡芬芬 你來做什麼 我呀 來看看你 肚子裡的野種 你不要胡說 這是浩晨的孩子 我不管他是不是浩晨的孩子 他都不會出現在這個世界 你做什麼 幹什麼 放心吧 我呢 是不會害你的孩子的 因為 我根本就不用親自動手 今天的事 你難道真的以為只是意外嗎 你們渡家害死了浩晨的父親 你以為伯母真能容得下你 容得下這個孩子 浩晨也會 你不要胡說 你不要挑剝離線 你不信的話 你可以去問問別墅里打掃的女傭人 在這 要是你還有勇氣的話 你可以去問浩晨 哎呀 做女人做到你這個份上 還真是悲哀 自己的丈夫 和婆婆都不知道疼惜你 還有你心想問你這個死地 幹出去 我要是你呀 乾脆 死算了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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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怎麼能有看到那個父子打算的女 被自退了 為什麼 幹活不仔細害你摔倒了 還留著他幹嘛 他是故意要害你對不對 是你媽指使的對不對 不是 別胡思亂想安心 讓我說錯了對不對 剛好是 你明知道是你媽他們要害我的孩子 你還包庇他們還欺騙我 你為什麼要這麼做 你有什麼資格來質問我 倒想問問你肚子裡的孩子到底是誰的 也 還是說你自始至終從來沒有相信過我 認為孩子不是你的 值得被信任嗎 一直跟杜明浩暧昧不清 還有你的真實身份 你都隱瞞了我三年 我跟你說了多少遍了 杜明浩只是我的弟弟 他只是杜家的養子 又不是你親弟弟 誰知道你跟他在背後有沒有干那些 臥囂的事情 你跟我動手 把你手給動了 你跟我動手 想想把你手給動了 還有 親自堅定的孩子出生我會去做 你最好祈禱孩子是我的 不然你們兩個會死得很慘 既然你這麼不相信我 為什麼不和我離婚放我離開江家 你做夢 我是不會成全你們的 你就算是死 你是不是受了江家的鬼 江總杜總帶著一群保鏢來要人了 杜明浩怎麼老是因此不散 你派人去攔著他們 別讓他們進來 是 你幹什麼 放開我 杜老師你放開我 你放開我 水溪水溪你在車上嗎 水溪水溪 孩子出生之前你就住在這 哪子不能去 你這是求見我 你犯法的快放我出去 倒看看誰能制裁得了我 你媽沈西藏哪了 關你什麼事 你還有沒有理解 沈西現在正懷著孩子 你不能這麼對他 不能這麼對他 復戰雨晨 該怎麼收拾他 都是他活該 當年事情不能怪我爸 我爸 這麼多年了 你們還沒覺得自己有錯 好 就算是我爸做錯了 沈西他真心對你 你就不能放過他嗎 他要是真心對我 就不應該跟你糾纏不清 他只是我的姐姐 我們從來都沒有 你敢說你不喜歡他們 我和沈西什麼事情 都沒有發生過 他一直把我當成弟弟 沒發生過 你覺得我會信你嗎 誰知道你又沒有趁虛而入 對他做那些龐龊的事情 既然你對我不滿 那就衝我來啊 把沈西放了 這可是你說的 公哥 現在你可以放了沈西了吧 沈西是我的妻子 該出這個還是我的事 你現在連看都不給你看我一眼 今天你的名號來公司了 我把他揍了一段 他渾身視線連站都掙起來 名號他是我過的 你打他幹什麼 是不是我替杜玉浩 你才會有點煩你 他對你就那麼重要嗎 當然了 他愛護我 唐希我不像你只會欺負我 囚禁我 我突然想讓你放開我 我還懷著院呢 不像你肚子裡的孩子 有三長量的話 你就配合我 沈西 對不起 我又把你弄哭了 我太害怕失去你了 所以我不知道該怎麼去對待你 該怎麼才能把你留下來 你還要把你做的 和我一起吃飯 沒胃口 你要是想讓你肚子裡的孩子 健健康康的 就乖乖和我一起吃飯 不吃 你要是想保住你肚子裡的孩子 就別惹我 他的目 現在在我手上 實相的話你就別惹我 不讓我弄死這個野種 浩辰 他不是野種 他是你的孩子 你要是對我一直這麼冷漠 那這個不清不淵的野種 我不要也罷 浩辰 我求求你 你別傷害他 該怎麼去的男人 你應該知道的 寶寶 你爸爸根本就不寫 我想要的 你在肚子裡一定會堅持住 爸爸一定會想辦法離開車 我要出趟門 今天你們帶他去醫院 醫生我都聯繫好了 是少爺 那我去醫院做什麼 孩子不會出生嗎 不然讓我去醫院 就後程不會是還想打招這個孩子吧 不行 我必須趕快給他這裡 少奶奶少爺讓您按時吃飯 我不吃 給我把菜都端走 怎麼 我是使喚不了你是嗎 端走啊 對不起 喂 喂 明浩 快來救我 晨熙 你在哪裡 我現在也不知道在哪 我住在山頂上的一個別墅 我剛剛聽見江浩辰 要人帶我去醫院 少奶奶 請給我們出去 少奶奶 與他 把他交給我吧 柯仁少爺特地交代了 讓我們帶少奶奶去找林大夫 我帶他去吧 這少爺他 一群廢物 我帶他去 你們還有什麼不放心的嗎 唉 少奶奶別跑了 放開我 放開我 誰來救救我 誰來救救我的兒子 誰來救救我 救我 這這這這可怎麼辦 趕緊找大夫 不用找了 反正這孩子也是要留掉的 了 一個孽種而已 死就死了 沒人會這樣啊 哈哈哈哈 水汽 你救救 你救救我的孩子 你放心 你不會救他 不用擔心 他流了這麼多血 孩子是保不住了 少奶奶被冬月號帶走了 我們怎麼向少爺交代啊 我這就給少爺打電話 你們家少爺現在正在國外 參加一個重要會議 這種小事 不要打擾他 可可少爺快速下來 有我擔著 怪不到你們跑不上 一群廢物 可人都看不住 害也難怪他們 那個杜明浩帶了一群保鏢 到醫院去搶人 人多勢眾的 他們哪打得過呀 杜明浩是怎麼知道 昨天沈西去醫院參見的 是誰告訴他的 是是少奶奶偷了我的手機 少爺請您饒了我吧 警察 調查到杜明浩連夜 在帶著少奶奶和生在的那個孩子出國 繼續查 一定要找到他們 我聽說那孩子是A型血 可你是B型血 很明顯不是你的種 你幹嘛把時間都浪費在那女人身上 你要是有時間啊 想想你和菲菲的婚事吧 強安小姐 江世是華國的龍頭集團 我們合作 一定會達到共贏的 合作的事情先不著急 我還有兩個非常重要的朋友 要見一下 谁 他们来了 他回来了 是 我回来 小河 七年前你对我做的一切 我都还敬 往复我曾经那么爱 情人做也会情人的样子 无非非 你找人骚扰我的事 你以为我不知道 我和明昊早就查清楚了 这都是无限 我根本就没有做过 现在立马不顿出这样的 你联合江南推我下了 你是不是觉得你赢了 小河 你做的一切 我都要 加倍偿还 随意到最后 哪个 哎那不是都市集团的杜总吗 另一个好像是都市集团的大小姐 还是江总的妻子 那不是江总的前妻吗 他怎么来了 郭展天江总都要和胡小姐结婚了 这是我最清楚的 他们根本就没有离婚 那胡小姐给金总当了这么多年的 看来大家都认识沈希和明昊 他们一直都是我的好朋友 这次华国的项目 我打算和杜氏合作 江氏为这次合作准备了这么久 竟然比他们强劝 七年了 你终于敢见我了 我有什么不敢见你的 新婿的人应该是你吧 我新婿 又不是我背着老公 带着野种跟别的男人私奔出国 我那个是被你们逼的 如果我不出国 我跟孩子都不会安全 更别提过上后来幸福的生活 也是这么想跟杜明昊 在一起 这七年你们过得幸福吗 对啊 我们三个在一起幸福期了 我们一起吃饭 一起旅行 一起 你给我闭嘴 放开沈希 沈希 你没事吧 还好你及时赶到 不然我就被他掐死了 江先生 原来你有暴力倾向啊 难怪沈希要和你离婚 男人家暴只有零次和无数次 我们只是发生了一点小小的争执 有争执就能打女人吗 我看你分明是在狡辩 像你这种品行不端的人 我是不可能和你合作的 这是一个误会 误会 你倒是敢做不敢当啊 当年江城谁人不知道 你跟胡胡飞飞出双入队 甚至在新婚之夜 跑去他那里 送了他一颗石克拉的钻戒 至于囚禁的事 派出所都留有档案了 你 江总 您家报的新闻 登上了新闻热搜 公司市值一夜之间 蒸发了一个亿 查到沈希现在住哪了吗 就住在咱们公司旗下的开训 有意思 现在就过去啊 那个歹毒女人把你害的这么惨 你还去找她干什么 公司是只蒸发了一个亿 我当然是去算账了 你别去 把那个歹毒女人交给我 我来收拾她 妈 我的人 我自己处理 浩晨 浩晨 父母 可千万不能让他们见面啊 这万一浩晨知道了当年是我们差点孩子沈希和他的孩子 那我们 哼 真没想到 你还敢回国 不回国 怎么报当时的亥女之仇呢 就行你 你还嫩了点 我告诉你 你最好现在赶紧的给我滚出花锅 不然 别怪我心狠手了 说的你好像对我心思手脸不一样 您忘了 当初是您逼迫我打单 纵容胡飞飞推我下楼 流了很多很多的血 差点一失养命啊 雪寨雪长 都是你们杜家欠我的 再说了 那孩子 根本就不配来到试试 那我现在所做的一切 都是你们咎由自取 我会一点 一点把你们拥有的东西 全部抢走 你等着瞧 跟我走 不可能 你必须跟我走 你跟七年前一样 还是那么霸道无理 说凭我是你的丈夫 你必须跟我走 我不会再说你百步了 你做梦 与其和我纠缠 不如去关心一下 你的那位好母亲 你对我妈做了什么 应该是你妈对我做了什么 去派出所吧 他在那等你了 我们走 我不是说了我会去你吗 你怎么又派人去对付他 妈不是想你心太软下不去手 被他算计 真没想到这女人够阴险的 他竟然早有准备 还录着阴呢 这件事你就别管了 刚把你从派出所领出来 我会想你去调 怎么着 你还要去找他 我不允许 如果他不答应和解 就会有牢狱之在 我肯定要去的 沈小姐江厚晨想要见你 让他等着 是 天气一段说今晚会下放 也不知道会不会下 上去吧 我们家小姐在等你 沈小姐 到底要怎么做你才肯放过我们吗 想救你吗 必须拿出点成 你想让我做什么 你还记得当初我让你放过杜氏吗 给我位子 你 什么 你 你 想让你妈免去牢狱之灾 你这点委屈都受不了 够了吗 好过来 不管你做什么 我都不会放棍 耍我 有什么不敢 你以为我还是之前那个任人 欺凌的水溪吗 你以为我还是之前那个任人欺凌的沈溪吗 你别以为有杜明浩那个野男人给你撑腰你 杨浩晨 你们欠我的 我会十倍百倍的让你们偿还回来 沈溪 你别搞得好像全世界都欠你一样 如果不是你跟那个野男人乱闹 还带着那个野种私奔 他不是野种 他不是野种是什么 对了 野种的 怎么没有看到他 小浩晨你给我听清楚了 他不是野种 他是你的女儿 我女儿 你胡说 我是B星星 他是A星星 他怎么可能是我女儿 这是你妈还是顾飞飞告诉你的 你堂堂江市集团总裁 这么轻易就被别人骗了 你没找脑子的吗 如果他是我女儿 那你为什么要连夜带着他跑 我不走 我难道等着让你们赶尽杀绝吗 你这个当父亲的只是手下带着我去打胎 你那个拼头胡飞飞把我推下楼 差点害我一尸两命 还有你那个妈 见死不救 我留在这我还有活路吗 打胎 我从来没有让人拉你去打胎 你还不承认 那天早上我在房间听见你跟保镖说带我去医院 医生都安排好了 我那是联系好了妇科主任 让他们带你去产检 好就算再丧心病口 也不可能让你在快临产的时候 逼你去打胎 你以为我会信你吗 那天你妈跟胡飞飞都在医院 而你的保镖就在旁边 他们谁也没有阻拦你妈跟胡飞飞 我想反抗他们来着不让我走 那是误会 你听我解释 你还解释什么 你无非就是想让我同意和解 在这狡辩罢了 保镖把他给扔出去 沈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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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赶紧滚 说到底怎么回事 我什么时候让你们带着少奶奶去打胎了 您说医院安排好了 让我们带少奶奶去医院就行 我们在医院遇到夫人 救救医院 冲祸 江总 这个当时摄像头录下的视频 少奶奶是被胡飞飞推下去的 差点一时两命 是这么重要的事情你们为什么不会吧 你 您能时指望我们冬瓶号把少奶奶带走的事我们 我们害怕就 不问你们就不说 因为害怕你们就不提 是是夫人让我们别管了 又做事又说他担着 你来胡适做什么 赶紧给我滚出去 想让我滚 你还没有资格 我是你爸请来的贵客 我爸 会请你过来 你不会真以为自己是个什么东西吧 我是人 你要是东西就是东西 我不懂 爸 我不懂 爸 爸 沈西他打我 肯定是你先欺负沈小姐的 爸 他是个外人你护着他 我才是你女儿 杜氏集团是我们公司最重要的合作伙伴 我当然要护着沈小姐了 我们公司 什么时候跟他合作了 乔恩女士来花投资 跟杜氏合作 是沈小姐提议的 乔恩女士愿意让胡适加入 也是沈小姐提议的 这么大的事 我怎么不知道 你当然不知道 因为这个项目是由你同父一母的哥哥 胡强全权负责的 我大哥 爸 你怎么能让他回来呢 你不是答应我 要把公司留给我的吗 前提是你有那么大能力吗 你看看公司的股价跌成什么样子了 可是 你行了该干啥干啥去 沈小姐请 是不是你把我弄的了 是要怎么样 搞什么 你敢打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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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你还算是亲的了 你几次三番的害我 差点害死我的女儿 我不杀了你已经很仁慈了 你有本事 杀了我呀 来啊杀了你太便宜了 我要留神来 慢慢折磨你 让你一扁一扁的失去一切老邓主意 徒歐 降屯 這麼臭 常該好好洗洗嘴了 把他給我按到西手水去洗嘴是 曾希你放開我 想讓我放過你可以啊 跪一下給我和十個小朋友在給我道歉 快 休息 看來灌點水還不過有利色 把他衣服給我扒了拍照 別別別別別別 快 我跪 啊 啊 對不起 這才是開始以後慢慢玩 先生 你給我躺著 今天 我定會要加倍償還 喂 小姐不好了小小姐不見了 你說什麼 他常去的地方找了沒有 你報警了沒有 都找了也報警了 但還是沒找到 情報不見之前有沒有什麼意義啊 他也沒有說什麼 小小姐說想媽媽了 要去找媽媽 你看下次證件都在不在 都沒了 難道小小姐回國去找你們了 怎麼辦啊 要是情報真的回國來找我的話 那姜侯晨碰見了一定會對情報不利的呀 你別太著急 他們沒見過面 不會認識情報的 可是 情報也沒有出過遠門 那萬一遇到危險了怎麼辦呀 你不是給他買了電話手錶嗎 他回國後肯定會出過明信 還有電話手錶 怎麼不接電話呀 也許在飛機上呢 那我去機場接他 你帶這麼多人去的 難道又要出國啊 攔住他們的車 你幹什麼 你要去哪兒 要玩消失嗎 這不關你的事 張 我是不會讓你再離開的 沈西想去哪跟你沒有關係 快讓開 跟我跟我沒關係 現在還是我法律上的妻子 我現在沒心情跟你說這個 你趕緊給我讓開 不讓 今天你去哪兒跟到哪兒 你 看來一時半會是甩油掉他了 要是讓他看見情報就麻煩了 要不 請問他也該 那行報怎麼辦 我去機場等他 讓他慢慢回去等我消息 行 那你趕緊情報就把身邊我發消息 我們走 謝謝 賬還沒算清呢 你不能走 你能不能不要老是纏著我 聽我說 我從來沒有讓人帶你去醫院打胎 而且胡菲菲把你推小樓的事也沒有人跟我會吧 你有什麼信 可以跟我去醫院對治 誰知道你們是不是串通好的 你不信我 你不信我 沈西 但你心裡不就是這種人 信任是相互的 你不也沒有相信過我嗎 我這次說的都是真的 你信我一次 是真的那又怎麼樣 難道就因為你一句簡單的解釋 我就可以迷入這麼多年來受到的傷害嗎 我是傷害過你 可我是真的喜歡你 不然我也不會答應奶奶娶你 七年了 我真的很想你 你給我一次機會 行啊 那我就給你機會 真的 真的 只要你把你媽和胡菲菲送進監獄 可她畢竟是我媽 不能不笑啊 而且當時推你下樓的也不是我媽 難道她就沒有參與此事嗎 難道就因為她是你媽 我就可以大度地容忍這一切嗎 我告訴你 不可能 娃走了 小夕 江總 我們就一直在這裡守著嗎 這次必須緊盯著她 江總 會不會是你想多了 夫人他們這次去機場並沒有帶行李 倒像是去接人的 所以說 倒是這麼一回事 江總 您這就是關心則亂 誰關心她 派人在暗處盯著審訊 一旦發現有什麼異常 立馬告訴我 媽媽 哎 我的寶貝 我好想你啊 媽媽也很想你啊 我不是讓你在家裡乖乖等著我和舅舅回來嗎 你為什麼偷偷跑出來啊 寶寶太想你們了 就飛回來找你們了 媽媽別生氣哦 寶寶會心疼的 你就知道撒嬌 萬一遇到壞人了怎麼辦 我這不是沒事嗎 我這麼聰明 壞人碰見我都會被我耍團團轉 你再聰明也只是個孩子 我明天啊 找人把你給送回去 不嘛 媽媽在哪裡 我就要在哪裡 媽媽回國是來辦正事的 我知道 你要找那些欺負你的壞人算賬嘛 我保證不會給你添亂的 還可以幫你一起收拾那些壞人 不行 你不能留下 不嘛不嘛 我就要留下 舅舅 要不就讓他留下來吧 他還小不懂事 你怎麼也慣著他呀 你應該知道我在擔心些什麼 我知道 但你強行陪他送回去 他很有可能還會投款回來的 不如 多派幾個寶貝要跟著他 不會有事 舅舅說的對 我的好媽媽就留下來吧 行吧 是男子女的 耶 太好了 不過你要記住啊 乖乖在這家裡不要亂跑 尤其是你那個叫姜浩辰男人 姜浩辰 就那個壞蛋爸爸 江總 我們有人發現有個七八歲的小女孩 住進了我們公司旗下的別墅 小女孩 難道是我女孩 趕緊調查清楚那個孩子的情況 是江總 好沉啊 沈欣他真的是瘋了 他打我 欺負我 現在還把胡搶轉為公司 跟我搶股份 你可得好好 我現在沒空管這些 那你也不能任由他 這麼囂張下去啊 他欺負的可不只是我 你不適合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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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問你 我問你 當初在醫院是不是你逼他打開 把他推下了樓梯 沈夕 你怎麼知道 沒有的事 是不是沈夕告訴你的 他就是要挑撥我們的關係 當時在場的寶標都交代了 當時在場的寶標都交代了 不是你想的那樣的 我我是 私手把他推下去的 是手 那我問你 我逼他打開的事情怎麼解釋 那 那是伯母的意思 和我沒關係 你想把責任都推給我嗎 你以為我不知道 吳飛飛 我警告過你很多次 不要去傷害沈夕 讓他耳邊瘋了 好這樣 真的不是 好 你敢少肌兒 我讓你付出慘痛的代價 好沈 那孩子不一定是你的呀 你千萬別被他給騙了啊 誰 是誰在從孩子打的王 快出來 讓我替你父母好好教一教育你 難道是我女兒幹的 我方便是一個人 我都已經學了 他就不見了 姓浩辰的別墅 行寶怎麼會在家裡的 喂行寶 想要見你女兒就單獨來別墅找我 我馬上就趕過去 你千萬別傷害他 行寶 媽媽 他只是個孩子你不要為難他 行寶你怎麼樣 又沒有受傷他有沒有欺負你 他不要我離開 媽媽來了不怕我帶你去 沒我的允許誰都不准離開 姓浩辰你休想再求見我 我的寶貝藥就在外面 半個小時我再不回去 您浩辰會帶著警察來救人 警察可以帶走你 但不能帶走他 孩子是我一手帶大的 你一天當父親的責任都沒有進過 你憑什麼把他留下 就憑我是他法律上的爸爸 你放開他 你敢咬我 看到我對你太好了是吧 他只是個孩子你別傷害他 這個孩子我必須留在江家 你要使得他對我虐待 你都自己留下來 你又顧及重生威脅 你別碰媽媽 怎麼做 你別傷害他 我留下了就是 媽媽對不起我害你 又被壞蛋爸爸欺負了 沒事的寶貝 只要你沒事就好 喂 明浩 沈溪 你和行動怎麼處理 江浩辰拿刑保威脅我 我們暂時回不去了 我馬上帶警察過去 我就不信法律制裁不了他 沒用的 在法律上他是刑保的父親 就算是警察來了 那也沒有辦法 你好不容易跳住江家那個壺口 現在又落在江浩辰手裡 他不知道要怎麼整理 不行 我的警察想不完全制裁 不行我們就打官司 只要法院把刑保判給我 我就有辦法帶刑保出去 你又想逃 你跟我出來 你又想幹什麼 你留在這裡 行吧 你在這裡等媽媽 等他一會兒來看 嗯 說吧 沈溪是我錯怪你了 可我是愛你的 你別碰我 江浩辰 你的愛我承受不起 你的愛都是自私與傷害 充滿了控制欲 我這樣的愛不要也罷 沈溪 浩辰 你們在幹什麼 你怎麼來了 媽來看看你 那個沈溪 爸媽弄到派出所 這一次 你可千萬不能對他心慈手軟 聽見沒有 那你在醫院逼他打開 差點害得他一失兩命 無險心報是A型血 那回國後 無人開車撞他 這些你可心慈手軟 我不是怕你給別人養的孩子 讓人笑話 那你編造新冒的血型是A型血 我查過了 新冒跟我一樣都是B型血 就算是血型一樣 那也不能證明是你的孩子啊 世界上一樣的血型多了去了 到現在你還覺得自己沒有錯 我有什麼錯 我這樣做 我全是為了你 為了我 大大都是你給我安排 從來沒有人問過我的感受 知道我想要什麼嗎 你怎麼能這樣跟你媽說話 我是你親媽媽 想當年 我憾心如苦十月懷胎 把你養這麼大 你竟然為一個女人 這樣吼我 江浩辰 那個女人 給你管了什麼迷魂湯 這算你是我的母親 她們都是我的妻兒 我的至親之人 不應該去傷害她們 親自堅定未定 現在研製過早 別到頭來給別人養了孩子 親自堅定我自然會去做 但在這之前 只能再去傷害她們母子倆 否則 否則怎樣 別怪兒子不像 今晚那我黃金睡 不去別想碰我 你不來找我 我就去找你 我去找你 媽媽你在想什麼 沒事吧 開門 我們要睡了 有什麼事明天再說吧 別比我當著孩子的面說 你不去找我 你不去找我 我去找我 你過來做什麼 你過來做什麼 明知不問 你忘記我在客廳和你說的了 行寶一個人睡覺害怕 晚上我得陪著他 你要是想讓他看到 我跟你怎麼能愛的 那你就別走 媽媽是我的休想跟我搶媽媽 行寶 行寶乖 媽媽和爸爸有些事情要說 你先睡 你到底要怎樣才肯碰我審計 我把自己的妻子留在身邊 合情合理 你一直想拆散我 我問你一口居心呢 你要真心對他好 關心他愛惜他 我自然會祝福你 而你呢 總是用卑劣的手段傷害他 讓他痛苦一生 當然不能讓他和你在一起 我們夫妻之間的事 還輪不到你度假這個養子來管 你個混蛋 你心疼呢 那些 替他來受罪 忍不住小磕頭 你不願意 那我會叫沈希想你 你別傷害他 我跪就是 我雖然給你下跪 但並不代表我做了對不起你的事 我和沈希是清白的 清白 和他連孩子都有了 跟我說清白 和他連孩子都有 跟我說清白 刑寶他是你的女兒 我的女兒 如果是我的女兒 你會心甘情願和沈希一起養他八年 因為我是他的舅舅啊 江豪辰 我和沈希從來沒有做過愉悅之事 刑寶他真的是你的女兒 不信你去做心子鑑定 你沒看到自己男人回來了嗎 連個笑臉都沒有 難道我在你心裡一點地位都沒有嗎 在我眼裡 你連隻貓都不如 起馬貓會在我不開心的時候哄我開心 而你 我如何 你是我最疼你 最不想感情人 小溪 你個壞蛋不宜欺負我媽媽 小寶你 媽媽我來幫你報仇 小寶你給我住手 小寶 小寶誰讓你老是欺負媽媽 啊沒水了 沒水了是吧 看我怎麼收拾你 他還只是個孩子你別跟他計較 你揍他也行 我衣服濕了 你伺候我洗澡 洗 水分好了你去洗澡了 幫我推衣服 你不要太過分了 那我去找他 哎 你們在幹什麼 你大壞的又請我媽媽 給我揪手 又沒水了 行寶我們走 沒想到閨女比男孩很調皮 可沒想到 他竟然還是我女兒 去給我把飯菜端過來 我還要去正務行寶呢 行寶他人呢 我來帶過來 行寶他只是怕你欺負我 想要保護我 也跟他計較 那你就替他說吃飯 我可以給你買一把水槍 今晚你留下來陪我 你 冤夜 等我去找小寶寶 哎 能不能不要這麼無恥啊 只要達到了目的 過程不行對 除了 一眼 事務生 一下招呼 我帶 JOC 森 我帶小孩子去 什麼 我待hog 你们跟我睡意间 别的慢一跑 门口有你的宝宝守着呢 我们怎么跑呀 你个坏蛋别碰妈妈 哎小孩子 新宝没事吧你躺着啊 你能不能轻点啊 她是个孩子 吓坏了怎么办啊 她一个小孩子 为什么要惯着她 再来丢动手 小子有废 反正小宝要住这间房 你要是不想睡 你自己睡出去 行我留下 我跟小宝打地铺 你睡床上 那小宝不怕着凉啊 都给我睡城市 妈妈 为什么我们总待在屋子里呀 公司团建不可以出去玩吗 行宝乖啊 等我们回到家里了 妈妈带你出去玩好不好 到现在的还想着跑 我告诉你 没我的允许 你们哪都不能去 你个大坏蛋 要再敢欺负妈妈的话 我叫舅舅给你打趴下 你东一号你个什么好的 我们远那么喜欢他 信任他 就因为就是好 他最听我和妈妈的话了 还会到我住起来 还给我闭嘴 你你干什么你放开喜欢 杰浩辰 你干什么你放他哭去 来人 张总 给我把药食人了 是 杰浩辰你不能这样 他只是个孩子 他只有七岁 你这样把他单独关在浴室里 他会有心里阴影的 七岁也应该懂事了 他招了我这么多次 也应该付出相应的代价 可他只是想保护我 他有什么错呀 他要为自己做的事付出相应的代价 没我的命令 谁都不守抗门 刑宝 刑宝别怕 妈妈在妈妈陪着你啊 别怕啊 江总 刑宝他还是个孩子 您这样对他 会不会下手重了点 我没有抱着他一顿 算是听的了 江总 孩子还小 不懂事很正常 好好教育就是了 就算您不在乎刑宝 难道您还不在乎夫人了 我在乎他 什么时候在乎我 为什么在乎他 是 您不在乎夫人 您就是想方设法 要把他留在您身边 可是您越是拿孩子威胁他 怕是会适得其反 把夫人推走 江总 刑宝就是夫人的命 没有人能容许别人 伤害自己的孩子 更何况 刑宝可能还是您的女儿呢 什么 上什么报警 我把他们带走了 赶紧去机场 你又想跟我走 跟我回去 我是不会跟你回去 回去之后又要是黑小宝 是不会放你们走的 更不会放小宝走的 那是是 有我在 谁也别让男人神气他们 自量力 杜柔 在你们眼里还有没有法律 有什么事情不能好好处理 杜柔 杜柔 您好居心口证 想带着我的妻子和女儿 你还恶人先告状 明明是你先交报我 七层虐待孩子 把他关进黑暗的房间 我是绝对不会让孩子留在你的身边 大不了 我们就打官司 打官司就打官司 你忘了 我们还没有离婚 我有权留下小宝 那我也有权让小宝和我住在一起 你们生风这样既然没有好的办法 那就选一个折中的法子吧 怎么折中 你们还没有离婚 又想一起抚养孩子 那你们三个人就住在一起好了 不行 这些日子我跟孩子跟着他住 他不仅虐待孩子 还把他关起来 我不放心 既然你们不放心 那就让江总住在你们那里 也行 如果你想和刑宝住在一起 那么你就搬来和我们一起住 可以 对了 不许带保镖 还有房间的卫生也由你来负责 你 不愿意的话 那你就守在门口吧 好 去 把家里上上下下里里里外外打扫干净了 你还真让我干 那我在你家里的时候不也这么干的吗 你要是不想干你走了 我擦就是了 吃饭了 来 我吃饭了 谢谢舅舅 你也多吃点 看你都瘦了 嗯 我饿了 你在我别墅的时候我可管你饭了 那你想吃自己成吗 舅舅咱们吃完饭 咱们出去玩好不好 好玩 太好了 舅舅对我真好 舅舅是天底下最好的舅舅 这哪像我的女孩 如果我也陪她们一起去玩 行宝会不会对我好一点 真的像我 小时候我可比她好看 这眼睛这鼻子 好像真的和我体现的 是不是我女孩 做过亲自见面不就知道了 姜老陈 你拿剪刀做什么 你可没有人性的东西 你竟然是在行宝睡觉对她下手 我没有 没有 我亲眼看着你拿着剪刀对着行宝 你还敢狡辩 我要是想动手 在别墅我就动手了 我会等到现在 你已经不是第一次想害行宝了 你只是没有得逞了 妈妈我怕 你是不是很乖啊 妈妈 你是不是很乖啊 妈妈 怎么了 姜老陈 这行宝睡觉想对她下手 畜生 我都告诉过你多少次了 行宝是你的女儿 你还想动手 你是想要了沈希的命吗 你都说了我没有 我无善无实死 你简直连畜生都不说 七年 你还是想害她性命 我只是想解下一个 你还想要信我 我罢而已 你想做亲子鉴定 是 沈希 你就这么不相信我 我们之间一点信任都不 你为什么不放我母女出国 我们之间一点信任都没有 你为什么还要苦苦俊成 我真的不想看见你 你给我滚 沈希 你让我证明她是我亲身的 以后我什么都信你 我不稀罕 那些肮脏的人看什么都是脏的 我只是想证明她是不是我亲身的 我有错吗 她不是 你满意了 你知道了 你可以走了 沈希 你冷静点 我真的再也不想见你 你给我滚出去 你为什么要像冤灰一样 缠着不放 你能放小vi 给了我回去去腿 是啊你要答应我care 我根本上 pouvoirывать 你 desen 薅下 神仙 我永远不离开你 神仙 我知道错了 你原谅我好不好 你以为你的一句对不起 就能弥补我这么多年来 我受到的伤害吗 我跟你说 我跟醒宝都是大夫 从鬼门关里拉回来的 对不起 神仙 我在你对需要我的时候 却不在你身边 你走吧 我想再看见你 对不起 对不起 是我一直都非常爱你 对的小时候 我说我你会陪在你身边吗 那你的爱就是欺负我羞辱我 跟胡菲菲暧昧不清吗 没有 我不会再什么都没有 那你敢说你没有在新婚之夜 去找胡菲菲 没有做他徐克拉的钻线吗 是我去找他了 但是我跟他什么都没有做 只是为了跟你赌气 到底也是他自己买的 我从来没有送过他 你为了跟我赌气 就去找胡菲菲 沈夕 为了表达我的诚意 我把僵尸所有的部分都转让给你 你以为钱真的能解决一切 你到现在都不知道我想要的是什么 沈夕 你让开 与其在这里死缠烂的 不如好好想一想沈夕奥的事情 江总 杜明浩没有说话 这是证据 胡菲菲两次找货魂想轮监少奶奶 把这些资料 还有胡菲菲和小红都交给警察 是江总 江总 这是我偷偷做的亲子鉴定 小宝 的确是您的女儿 他真的没有拼命 沈夕 我知道我错哪了 我已经把胡菲菲的犯质证件 送给了警察 把我妈也送到了国外 不会再来干涉我们的生活 再给我一次机会 我已经对你失望透顶 一切都已经太晚了 你就算不会自己考虑 也应该会刑报考虑吧 他需要一个完整的家 他不能没有爸爸 不要 我不要爸爸 你还会欺负我和妈妈 然后把我关起来 你是个坏人 行吧 爸爸不会再欺负你们了 爸爸以后都疼你们 把你们保在手心 爸爸还给你带来礼物呢 来了 水稀罕别以为这些玩具 真的收买我 我可是很有骨头的 傻孩子是骨气 爸爸真是越来越喜欢你这个小不点了 沈夕 我真的很爱很爱你 我知道 我曾经做过很多措施 但你能不能看在新报的份上 再给我一次机会 我一定会让你们 成为这个世界上最幸福的人 我们能不能看这些 妈妈 要不我们再给爸爸一次 机会吧 要是我没有爸爸的话 就不能会成笑我的 好吧 那就再给你一次机会 太好了 我一定会让你们永远幸福 爸爸你认识人又能疼我 哈哈哈 好